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果然我猜得没错 这里不是之前有拍过 带着钱打找鱼去23级的地方吗 该不会又发现到 鱼鱼出目 看起来鱼乐真的要掉这个区域 东西都准备好应该是有备而来 打开耳筒 开始抓鱼当儿 捞了老半天终于捞到重力的体系 这次鱼乐 钓组使用3号PE线配5号碳塑线 钩子部分用了6号牵右钩 钩耳方式将钩子直接钩在背起后方 看着熟练的方式 一定是个老时机 钩耗之后丢到水里测试活跃度 人也顺便下去洗手一下 这样的SOP很重要 要记得照着娱乐的方式下去做 保证鱼耳大咬 话不多说 开始看娱乐表演 下第一杆就被拖走还放枪 我怀疑这位前打客真的会钓鱼吗 感觉一点都不专业 看来好像要再是第二次 这次捞得比较快速 鱼体好像也比较大一点 又是一个熟练的勾法 下水是一下活跃度 这围果然很活泼 老样子 下阶梯洗手 这个SOP真的很重要 所以我要说第二遍 娱乐又在是抛第二杆 又是抛在老位子 一下杆 鱼就一直乱冲 结果鱼游到另外一艘船去 不是原本的船底 直接把鱼再拉回来 后续娱乐一直抛一直找 就是没鱼 好了 今天解说钓游 就到这里 有机会我再帮大家解说 接下来就叫给小新做结尾 谢谢各位的观看及支持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帮我右下角 按一下订阅 记得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